下午时段应该忙着开店上工 舞厅业者确实匆忙收拾 为了赌防疫破口 全台酒店舞厅 4月9号开始无限期暂停 事隔一个多月 国内已经连26天零确诊 现在有望解禁营业 在没有本土的案例 这样的情况下 疫情在台湾看起来是渐渐的在稳定 不过我们还是要提高警觉 例行防疫新生活 那这样子才能够让我们台湾开放的程度 会恢复我们正常生活的脚步 能够加快 酒店内女公关和客人靠朝景 搂着又唱又跳还紧贴着唱歌 指挥中心答应放宽 想营业这些动作还是不行 防疫新生活必须符合安全社交距离 个人防护 戴口罩 量体温 店家进行实名制登记 还要符合消防安检 才不受限 室内百人规定 相关的业者管理的能力到底够不够 也没有确实在做 地方政府根据他的一个管理的量能 那这样子来做一个决定 只要不超过 我们这样的一个防疫的规定 那基本上我们就让地方政府来做决定 防疫新生活运动 酒店 舞厅 能不能恢复营业 主导权交给地方 桃圆进发局 警察局 消防局等五个局处联合 集查要求酒店和舞厅配合防疫 中压首度松口宣布有条件松绑 但桃圆市府不敢大意 室内一公尺社交距离很难维持 还不到解禁标准 台中地区同样认为 酒店属于特殊场合 人群密集接触还要再缓缓 北市府则是预计11号开会讨论 国内社区风险逐渐降低 新生活运动还只得搭配个人防疫 才能有效推行 三立新闻 胡克强 增加轩 SNG小组 特别报导 不防疫